实验二 整夜实验 可以直通过视觉反馈遥控驾驶真车吗 第二个实验主要聚焦整夜部分 它是大脑的午夜之一 主要负责处理视觉信息 在普通的驾驶场景中 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视觉 听觉 路感反馈等 一系列感官 共同作用 从而完成驾驶行为 卡冰车的这个弯道真的有 普通的弯道不一样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在卡冰车的这个车上开冰车 其实主要是车好来 这辆车有这个GVC Plus 你在路弯和出弯的时候帮助你移升驾驶感 而且它操控性也很精准 我现在感觉我已经跟马上进去 但如果只通过视觉 是否能够正常驾驶呢 长安马自达为成员们提供了 这样的一套测试系统 通过屏幕遥控来操控真实赛车 天哪 我这都不敢开了 我怎么去呢 我们今天会有专门的安全员 帮大家一起去完成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接下来我们要上去玩两圈感受一下 我们之前测试的成绩是三分钟 然后你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成绩 现在开始了 可以开始 它跟正常车是一样的 油门刹车 那我们是看哪一个屏幕为准的 这个是车内视角左边的 然后这个是车外的那个路况的视角 然后你们看自己看哪个比较习惯 然后你们看自己进去 那我来了 不敢给油 你可以给 直线的时候可以给油 它真的有点可怕 慢慢睡一下 慢慢睡 然后到了那边挤竿的时候你就收油 对 可以转 再转 转 转 不要打太多 它跟实色不太一样 对 再回来一点 好 再继续走 它开得很好 其实这样看车还挺快的 在那个弯道里 你看这转弯的时候 你能想象里面没有人吗 在这儿里 几分钟了 1分45秒 最后一个弯 这样看感觉很神奇 没有驾驶原因 对 这是第一次 你看 好 停 好 2分26秒 这样吧 一个人开一段 大家都感受感受吧 好 对不对 这个最最快能到多少 15 我都是快很快 这样子哥 我开得很快了 其实现在才到21 是左腕 对 对 哇 飞鱼开得这么稳 我放油尾的脚要抽筋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好 好 哇 真的好厉害 我们今天专业的设计都相优 实验结束 成员们只通过视觉 完成了汽车的遥控驾驶 成功地控制了大脑 这挺过瘾 哇 这有点意思 哎 哎呀 这么刺激的游戏 让我们来一瓶小宇宙啊 哈双味气泡水 林堂 林卡 林紫黄 好喝到冒泡 下面一个干嘛 气球爆炸 走吧 走吧 Let's go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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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什么 是一个篮球场 我们要做一个气球实验 哇 哇 哇 这个 你好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 小的实验啊 你好 你好 老师 你好 好 欢迎 欢迎 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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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好 你好 怎么今天 都有这么正式啊 没没没 这是我主要是 给你们保驾后忙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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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听他们讲 你们已经是上午有过 已经是一样的 对 已经做了一个实验了 关于听力的 对 学习到了 学习到了 对 所以我们下一节 就是大概要进行这种 肩脑的功能的一个 肩脑